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草莓歐です 今天來分析一下 這個台版剛進核心設施的兌換裝備 尤其是這個四字2033號砲 以及我們的戰鬥機天劍 這兩項裝備到底值不值得去兌換 因為在直播的過程中 很多人都在問說這個裝備到底好不好用 那接下來我會一意分析給你介紹說 這個裝備到底值不值得換 以及它的好處在哪裡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天劍 直接從表格來看好了 天劍跟它類似的就是這個德國金戰鬥機15A 他們共通點就是沒有攜帶任何的航彈 所以他們不會有任何的對海轟炸 它不像我們一般用的裂鋒或是金海盜 他們都會攜帶航彈 所以他們可以做到對海轟炸的一個傷害 他們完全放棄對海 那取而代之的是他們有很強力的對空機槍的傷害 所以他們是完全做來針對對空所生的戰鬥機 而且他們的基本的攻速、起飛速度都很快 所以你可以用在一般的輔助船或是專門對空效率不錯的航母身上 那未然你想要打12、13張又怕對空不夠 或是滯空權不夠的話 可以選用這兩架飛機 讓可以確保你滯空的一個穩定性 那如果安海想要增加輸出的話 當然還是會選我們這種有對海轟炸能力的金海盜或是裂風 因為他們基本的起飛速度也是相當不錯的 所以又有對海轟炸的輸出也是可以的 就拿這個獨角獸為例子好了 他使用天劍的時候他可以壓到7.25秒非常快速 那如果你想要其他的要滯空、要對空的話 你選用德國戰鬥機可能會稍微再好一點 因為他的對空DPS會比這個天劍來得好 而且他還會增加你的航空值45 攻速其實不會差太多沒有顯著的差異 那如果可以的話當然還是選用這個德國戰鬥機 你開箱也好或是做科研都拿得到 那天劍其實不是必須的 除非你要非常的快 不然的話我一般推薦你還是使用這個德國戰鬥機就好 所以這個兌換的優先度不是這麼高 如果你想要兌換一隻來當玩具的話 或許還可以 那未來還有一些可能有調速的空間 不過基本上如果要上的話 我會推薦你就直接上這個德國戰鬥機會好一些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個4-203三號炮的一個性能 從圖表來看 直接看到就是DPS上面的差距 這個科研陸翼炮呢 DPS都是玩壓我們的三號炮 而且他的攻速都是比較短的 就目前為止這個重巡榴彈的陸翼炮都會用到我們這個陸翼炮 那這隻三號炮有什麼科取地方呢 這邊科取地方是他的彈道部分 他的彈道是2乘2輪 2顆子彈乘2輪的一個發射軌跡 那這個發射軌跡的命中面積會優於我們這個三連炮單科的命中面積 而且在射角上面的表現 40度對於38度 在相對移動的情況下 這個三號炮他會有比較好的一個發射角度 尤其是打演習的過程中 他可能會比較有優勢去發炮 那整體火力也會大於這個三號炮的總火力 所以他在點燃的傷害也會略高於一點點這個陸翼炮的傷害 不過啦 最終你的目標就是要換這個科研的陸翼炮 那這隻三號炮其實說實在只是一個過渡用的武器 那你要換或是你還沒有做出科研砲之前 你可以先兌換一支出一把來用 那或者是你在科研做的過程中已經可以製作這個陸翼炮的話 你也不用去兌換這個三號炮了 好還有另外一個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 約克他這個技能彈幕到底需不需要把它點滿 有人說他想要點到9級 那跟點到10級有什麼差別 那點到9級大概是22秒會發動一個支援炮擊 那命中會有6秒的減速 其實我們都想要他的一個命中減速的效果 那為什麼我會點到10呢 因為在未來你練到120級的時候 基礎的裝填會非常的高 那哪怕你是用這個MK6 什麼東西都不裝的情況下 他基礎攻速就已經是20.9 那你點滿20秒發炮 剛好也是可以對上這個主炮發射的過程 所以未來120級是一定要點滿 那如果你只是100級 裝填沒有那麼高的話 你想要搭配這個MK6有比較好的減速跟命中效果的話 那我建議你100級的時候 是可以點到9級就好 那如果未來等級提升 裝備提升之後呢 你再把它點到20秒 會是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好啦 那今天以上就是 針對這個核心兌換的裝備 所做的一些分析 那接下來未來可能會有 最上雪峰還有三威的一個性能分析 因為看官方的樣子 應該是紅染復刻跑不掉了 那我想很多人都想要知道 最上改雪峰三威他們在遊戲裡面的定位 強度究竟是在哪裡 那如果想知道的 不妨持續關注一下啦 好啦 那有什麼問題 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是草妹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1